請聽第三種聲音 歡迎收看NGO觀點 我是季慧榮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 本來應該是勞工開心放假的日子 但是勞工卻很難開心起來 因為根據勞動部的一項調查 就發現說台灣的勞工大概有四成左右 他們的每個月的薪資不到三萬 而且台灣的公時是全世界第三名 公時很長 那薪資低 公時長 其實勞工就上街頭發出不平之名 他們希望政府能夠從根本的解決 也就是派遣 他們認為派遣是低薪的元凶 我們就來看看勞工的訴求 還有他們的處境 首先我們來看一個VCR 去年六月底遠東集團旗下做成衣的遠東新世紀宜蘭廠 以景氣不佳訂單減縮為油關廠 資遣全部一百一十九名員工 結果一個禮拜後又以派遣方式找回三十名老員工 今年三月十九號被資遣員工到勞動部前面抗議公司 賈官廠偵裁員 要求勞動部徹查還他們工作權 全球最大運動協代工廠保成集團 設在中國大陸東莞的裕園鞋廠 船員工因不滿遭到資方剝削 四月中發起近二十年來大陸最大罷工潮 臺灣勞工團體也隔海聲援 在保成集團臺北分公司門口拉起封鎖線 象徵封鎖黑心企業 敵心派遣勞資爭議時有所聞 受全球化影響 勞團認為政府任由企業犧牲勞工 追求經濟成長 高舉勞動彈性化大旗 以派遣外包即時承攬等取代正職員工 讓勞工薪資不禁反退 是造成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主因 為這些資本家在節省 這一個所謂的成本 那這些成本往往都是在 我們這一個勞動的成本底下 在做思考 經濟自由化資本家為賺取高額利潤 降低勞工勞動條件情形屢見不鮮 今天五一勞動節勞工再度走上街頭爭取勞動權益提出六大訴求 重點放在反對薪水低與禁止派遣 勞團希望政府確實聽到勞工聲音 好 我們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團結工聯祕書長黃玉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政大勞工研究所的教授陳之約 陳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勞動部勞動關係司司長王厚偉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好 其實十幾年來臺灣的勞工大概都上街頭 要求他們在勞動節的時候 要求要 勞工的權益要伸張 那今年很特別 他們要求要這個薪資要調 所以他們說反低薪 然後要淨派遣 也就是不要再有派遣 這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先來請教黃秘書長 你們為什麼要用這個做訴求 是不是已經累積很久的一個積怨 我想主持人剛才講到一點很重要 就是說那現在的勞工的薪資 三萬塊以下的 就百分之四十 那所以其實低薪通常是一個普遍化的現象 那剛才其實錄影之前有看到 剛剛有看到公司的新聞 又有一個統計就是說 十五歲到二十四歲的這個勞工 平均薪資不到兩萬三 年輕的勞工 所以這個問題 其實長久發生下來 就變成說臺灣的勞工 其實這個薪資停滯不前的一個狀況 其實已經很久了 那我們會認為說這個部分其實薪資低 工時長 這個部分其實是現在 現在臺灣勞工的一個寫照 那這個部分勞工運動的一個目的 本來就是要來提升勞工的勞動條件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反低薪的訴求 當成我們這次五一遊行的一個重要訴求 那另外我們會認為說 這一二十年來這種新自由主義政策下 把雇主就是開始採用勞動彈性化 這個部分 那勞動彈性化有很多 包括變形公司也是 包括你的薪資用很多奇怪的方式 什麼底薪 然後績效講清楚 你有很好的工作績效 才要多給你薪水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次談到的 一個契約上的形式 可能雇主用的是派遣工 那原因可能是他可能覺得這樣 可以降低成本 或降低他的這個營運的一個風險 或者說他覺得他人力彈性的使用 那所以他要用派遣 那跟派遣有關的 包括我們這次遊行也有提出 包括說這個外包的部分 包括可能用計時工 包括可能用承籃 所以譬如說 今天我們有保險業的工會的 這個保險員站出來 就是說長期來 長期以來雇主是把他們當成這個 承籃關係 看單 那變成說明明明明明看起來形勢 就是一個受僱的狀態 但是卻不是那樣變成說很多權益上 沒有辦法獲得保障 確實因為低薪是十幾年來 大家一直在訴求 可是好像沒有多少改善 不過今年你們特別提出派遣 那派遣勞工在臺灣大概有十三萬多 那如果再加上臨時工 其實推估起來將近六十萬 也佔了臺灣勞工的五點多Percent 那只是在這些的派遣的當中 是不是你們有看到派遣他們包括沒有這個 所謂的退休金的保障保險 是不是也都有一些問題 其實有很多狀況 證職員工的一個薪資待遇 基本上跟派遣員工就一個差異 所以不同工不同酬 不同工不同酬有問題 那第二個福利條件也不太一樣 譬如說可能證職員工 公司會提供這個去旅遊 或三節獎金這樣的福利 甚至他的年資是累計的 所以他的年假的權利也是一直累計的 可是派遣工可能去年是A公司的派遣公司 那今年是B公司的派遣公司 那他的年資不斷換 那根本沒有特休假所謂的年假 這樣的一個部分存在 所以不斷換的原因是 為了規避什麼東西 規避這種像休假 休假 還有年資或甚至說 退休金等等 不斷換的有一個部分 退休金現在是六趴嘛 如果照勞工部現在新 就是民國九十四年以來的 然後推薪資這個部分 其實已經被解決了 可是那個退休金本身制度 坦白講是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退休金的金額 其實與過去舊制來比較 他確實是下降很多 那包括派遣公有一個很大的狀況 就是說不斷換來換去 他根本沒有一個升遷的機會 他沒有辦法升遷 可能這一家公司 可能要換到另外一家 那薪資可能就是一直從起薪 這個金額一直固定在這 他沒辦法一直升 對 所以我這邊也請教教授 你看到的派遣勞工 他們最大的傷害是什麼 我想確實剛剛羅密書長 所提到的 因為現在我們對於這樣一個派遣的工作 或是對派遣勞工 事實上是缺乏一些法律上的一些規範 或是法律上的一些的保障 尤其這個規範的對象 其實應該是要去針對這個要派公司 或要派單位來做一些必要的規範 但是我們現在很多的規範 其實都是著重在派遣公司 或派遣單位身上 但事實上我們從這三方的 當事人關係來看 其實最強勢的 扮演最主導的這樣一個角色的 其實是那個要派單位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去制定 這樣一個專法 或者要有一個專章 或等等的這樣一個 等於是立法規範的設計 其實倒不盡來是要去針對派遣公司 來做一些要求 所以是需要的那個要派單位 對 要對那個所謂的要派單位 來做一些規範 譬如說剛剛秘書長談到的 有關於同工不同酬的問題 那其實最主要就是 因為要派單位 他給他的直接受僱的員工 跟所謂的派遣 這樣一個價格 其實事實上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我們今天有這樣一個法律 法律上的一些要求或規範 來約束這樣一個要派單位的話 那事實上某個程度上面 他不一定能夠真正解決 這個所謂的低薪化的這種問題 但是至少不會讓那個派遣勞工 會覺得說我今天在要派單位 從事同樣的工作 為什麼相對來講 我沒辦法獲得到相同的 這樣的一個工資給付 或者是報酬 是 不過今年勞工的團體 他們對這個派遣 他們是要求零派遣 也就是說不能有 再有派遣這樣的制度 可是勞委會很難吧 我不曉得你們現在的 這個法令是三Percent 對不對 上限 那為什麼不能零 回應他們的要求 謝主任 其實我們大家也理解 這個社會大眾 特別是勞工團體 他們認為派遣 本來就不應該存在 他你既然需要員工 你就應該正式去雇用他 當正式員工 我們也很理解 但是如果真的要靠一個條文 去完全去禁止 我們就要必須更負責人 去思考是說 到底能不能執行得到 我們臺灣的派遣勞工 就如同剛剛主持人講 有十三萬多人 如果我們真的有一天禁止 而且我們如果徹底的執法 那這十幾萬人的派遣勞工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完全回顧到成為正職 那如果有一部分的人 或大部分都沒有辦法回顧 其實這樣子是愛知足以害止 第二個 我們一直認為說 派遣勞工保障 會遠比進絕來的 在政策上會有效果 我們過去一直思考很多的政策 我常常喜歡舉個過去的例子 但不知道妥當 就是像以前 我們國高速公路很多那個野機車 那我也做過 那非常便利 隨到隨開 那當然交通部門不斷地去查氣 查不勝查 那後來政府輔導他成為國道客運 其實會越做得會比較好 所以就我們政府的立場 我們態度都是一致 只是說我們在思考用什麼樣的方法 把它做得比較有效的規範 而且不要讓他後座後遺症 反而你要定這樣 反正更大的一個不必要的後遺症 那就是我們要思考的 是 確實政府有很多現實的考量 不過勞工團體 他們就舉了一個例 他說這個派遣就像砍人家的手腳 然後本來就是不對的 結果現在就是說 你要怎麼砍 然後要怎麼砍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這個法根本不應該存在 我不曉得你們現在 因為聽了這個司長在說 那這麼現實你們怎麼辦 十三萬勞工 司長講的 剛才主持人提的這個零派遣 其實我覺得這個要說明一下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原則上我們希望能夠禁止派遣工的一個 應該說禁止雇主去金融派遣工 造成這種就業上不平等的一個現象 但是我們也知道在現實狀況下 有很多的這個派遣工 就剛才主持人講有十三萬存在 所以其實我們的今年的訴求裡面 第一個就是希望立法 來禁止這個勞動派遣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知道有這個問題 存在所以我們希望說可以設一個落日條款 就是落日條款 對 譬如說你設個一年 而不是設一個三Percent的上限 就是我們原則上的希望 就是不是設上限 說完全的一個禁止 但是他要有一個落日條款 因為我們知道現實上有這樣一個狀況 那讓他可以像主持人剛才所講的 那你說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那我現在馬上禁止派遣的話 那這些派遣員工就等於失業沒有工作 可是我們不是要讓派遣員工沒有工作 所以我們其實有一個訴求 第一個是落日條款 第二個就是說派遣工直接轉正職 做雇用 做雇用 那第二個其實剛才回應一下市長這個講法 說保護的部分 可是在看這個草案的條文的時候 譬如說剛才一直在講那個3% 可是我要講 勞動部雖然提出了3% 但是現在實際上會禁用派遣的業別 是哪些 電子業 這個等一下可以談 對 因為看起來 你們很不滿意 他們歸列的那個負面表列 對不對 對 對 那倒也不是負面表列 而是說這個東西訂出來之後 是不是我覺得勞動部也許 覺得訂的3%很好 可是那個行政院其他部會 因為這個要到行政院做審查 那行政院其他部會覺得說不行 我所管的這些行業 可能3%不夠 可能要10% 20% 30% 所以還有很多在談判妥協的空間 那勞動部有沒有辦法 真的擋住這些其他部會的壓力 我們都覺得懷疑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的派遣其實是不斷的飆升 我們看一下 這個從95年到100年 就是五年的統計 派遣勞工的人數從十一萬四千五百多人 然後到一百年的時候 就到十三萬一千兩百九十六年 就是現在這個處境 其實他這五年之間就增加了14.7% 那如果再加上臨時性 這樣的再加派遣的勞工 其實從97年到101年 也是五年的期間 你看這種臨時性什麼的 還有加上非典型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已經將近六十萬了 五十九萬 那也是增加了18.5% 其實他是一路飆升的 那在這個飆升的當中 有很多人就說政府是最大的元凶 因為政府聘用的 我們看了政府的總雇員 我們可以看一下大概三十七萬多人 三十七萬三千九百多人 但是他雇用了一萬一千兩百 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六人 也就是佔了超過將近三percent 如果再加上資訊局 再三percent多 所以有很多人就說政府常常會用說 因為元額緊縮 所以他沒辦法聘用正式的 可是企業界他們也會說要 這個降低控管人事成本 所以就開始用派遣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一路飆升 只是我們在這樣的一個飆升當中 現在政府希望能夠踩煞車 所以他們用了一個這個法就是限制 你要能夠就是三percent 但是我也想請教政府 因為大家很多人就說你們是元凶 因為你們開始用 然後也用的蠻多的到三percent多 所以你們對這樣的一個方式 你們會覺得說 是不是政府應該先示範 是 當然我們在思考派遣這個問題 我們也是一論知道是說 社會大眾對於公部門 用派遣 也應該政府在法治上 應該給他相同的規範 那當然我們這次在立法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一致 包括我們整個政府裡面的人事部門 這個包括人事總處 然後他的立場跟相反一致 就盡量的努力朝向一致規範的一個態度 所以這個派遣的一個保護 派遣勞工的保護法的 有關於限制的部分 我們的公部門完全一致性的對待 大家不同的意見都可以討論 當然每個部會的想法 就如同剛剛我們秘書長所講的 其實大家的想法 不一定會一樣 這考慮的角度當然也會不同 這都是大家盡量去尋求一個共識 所以你們三Percent可以守得住嗎 當然 其實上限三趴也好 是哪個Percent也好 我們也就勞動部立場 我們也歡迎各界有沒有什麼想法 只要這樣的一個立法的方向 可以有效的降低 不要讓派遣人數一直上去 換句話講就是說 即便我們這次立法 我們加重很多要派公司的責任 幾乎讓他在很大的成本之下 甚至我們希望他高於 甚至員工成本去顧派遣 以這樣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會認為他會合理的去降低 可是我們還是不願意見到 即便是這個樣子 他可能還是會在用派遣 那我們也還是不希望派遣人力 會變成企業使用的一個慣例 所以任何有關於上限 類似這樣的合理的限制 我們都接受各界的一個想法 只要能夠有效的去降低 OK 其實剛剛王司長特別講 訂了這個勞動派遣法 這個最主要的目的是 要降低派遣的人數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派遣勞工的 保護法裡面的立法重點 其實他之地有說派遣勞工 與用人單位的內部的員工 要做相同工作 但要有相同工作 就是同工同酬 這樣的一個原則 那雇用的上限 是說企業派遣不得遇 總數人數的3% 就是剛剛在講的3% 等一下都可以討論 但是他用的是一個負面表列 也就是說七類禁止用派遣 那剛剛跟勞工團體 在說的正面表列是不一樣的 那這邊是說 醫事保全航空 漁船 外握這個船員 還有大眾運輸 駕駛採礦 及中央主管公告者等七大類 這個可能勞工也會很生氣 為什麼中央主管公告 那這個以後是不是又無限生出來 這個七面 七類是禁用的 那違規的處罰 當然就是派遣公司跟要派單位都要受罰 因為以前是派遣公司 要派單位好像沒有責任 那加重了要派單位的責任 那職災的補償是要派單位跟派遣公司都要付 就是說兩個都要共同付 那登記管理必須和派遣公簽不定期的勞動契約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黃秘書長 你看到這個 你們最不滿意的是哪一點 最不滿意的是哪一點 就是三趴嗎 你們是希望零嗎 還是說這個法根本不應該存在 對 其實像主任你講 我覺得這個法不應該存在 三趴其實其實四個問題我知道 但是重點在於剛才這個司長講的那句話 他希望說訂了這個法之後 是不是能夠加強要派單位的責任 對 你們認為沒有用 既然是要加強要派單位責任 跟他用正職跟派遣的成本是一樣的時候 那直接就直接雇用就好啦 為什麼要訂一個所謂的保護法 這個邏輯是很 所以你認為 立法的邏輯是一個很奇怪的邏輯 確實 這個聽起來就是要加重 他的一個付出薪資的成本 那就不如要正職的員工就好 為什麼還要派 而且坦白講就是說 應該是回到說雇主 為什麼要禁用派遣 那樣的一個思維 譬如說他就是希望能夠降低成本 規避風險跟這個 就是他用人 所以用人可以比較彈性 那既然他是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定一個看起來像保護法 這個法案的時候 雇主是不是真的覺得這樣他可以執行 好 你們質疑這個法 不能降低派遣的人數 我們歡迎大家call in 進來 我們現在來接電話 南投的張先生 請說 喂 你好 主持人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在這裡提出幾個疑問 來跟大家共同 對這個問題做一個切磋跟爭議一下 第一個 勞動派遣既然周邊的配套措施 還有那麼多的不完整 當初政府為什麼要推動勞動派遣法 第二個 剛剛勞工關係師師師長 王霍偉先生回答 如果把勞動派遣的人數把它取消掉 他說怕會對企業主或是對社會對這些人員的安置會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樣的回答是不是有一點避重糾情 是不是有一點用他的位置用他的屁股來影響到他的腦袋 因為根本我覺得剛剛那個秘書長所談到 黃玉德秘書長所談到的 那個加上落日條款不就解決這個問題了嗎 第三個問題 政府幾年喊了幾年說公務人員要金錢組織 要金錢組織 可是到上個月我們看到公務人員的人數已經來到了34.6萬人 創新高 我覺得可是在民間的企業裡面 雇主不斷的在逃避他的合理的勞動 合理應該給員工的勞動成本 結果他是不斷的在讓勞動派遣人員 在勞動法的這個條件之下 不斷的是勞動跟臨時派遣的人力表深 所以說勞動派遣法是讓剝奪勞工的權益 他難道不是元凶嗎 好 謝謝你的意見 你還是認為他是元凶 好 接下來我們來接基隆的梁先生 請說 我覺得應該是我們要取身的勞工派遣 對 因為你勞工派遣 不能自卑也不能自本 你看一個戰規的百貨公司的小姐 從事她11點到晚上10點 那個已經超時了 你這樣來講 按照一般的歐美的國際勞工基準法來講的話 服務業不得超過8個小時 6個半小時就OK了 對不對 再來是什麼 你政府沒有這個配套嘛 你亂喊勞工派遣就勞工派遣 那勞工派遣是什麼定義 我就找不懂沒什麼 對不對 是 然後這個人什麼 你政府要好好的檢討 對不對 不過老是這樣子罵勞工派遣 那你根本是什麼 其實財神真超黑嘛 好 這樣對老百姓 謝謝你的意見 來 我們來接台北的林小姐 請說 喂 主持人好 在座來賓好 我今天打電話進來想要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一直有一個疑問 自從馬政府上任以來 其實他就拼命的擴大 政府 中央政府的公務人員的招募 那一直演變到現在 也就是說勞團這幾年以來 馬政府拼命的招募公務人員 而且正職的公務人員 感覺上就是只是在享受福利 然後彈命薪水 每天穿個水水 叫個腿腿 彈命薪水 像譬如說我們的管爺講出那種話 那可是問題是真正的工作 都是丟給大量聘雇的約聘人員 中央政府約聘雇人員 丟給他們去做 但是這些約聘雇的人員 在中央政府又沒有享有 像公務人員一樣的待遇 那我就想要請問了 今天如果我們的中央政府部會 都是這樣做的話 接著各個縣市的政府就有樣學樣 那各個縣市政府都有樣學樣 當然民營企業也就會有樣學樣嘛 好 那到底我們的政府 還有包括我們的立法院 這些監督的 他們到底怎麼樣讓我們的政府 你必須要破除這些 不要再繼續用約聘雇人員了 或者是說我們的這正職公務人員 你該如何淘汰 這績效不好的 我覺得這個也許就是 治本的部分 那如何治本 我認為我們的立法委員 包括公民團體 應該要認真的思考監督 謝謝 好 謝謝你的意見 你反對這樣的惡性循返 我們高雄的江先生請說 喂 主持人還有各位來賓你們好 然後就我個人的觀點來說 我是覺得說其實派遣是產業界 它可能不得不必須要使用的一個方式 因為它畢竟有它需要盈利的一個考量 那我是覺得 我個人是覺得其實前面一個那位小姐 她說的有一點我非常認同 是我們的立法 立法委員 他們必須要去制定一個專責的一個法律出來 就是我們必須要 還有配合行政機關的一個配合 去找去可能就是用更多的那個 查詢人員去查詢說這些公司 到底有沒有去做一些違法動作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而且要把法律的依據 就像最近通過派遣 派遣等等方面的法律 那還有我覺得更重要的一點是 可能立法委員 他們要制定一個類似美國弊端的 接避人保護法等等之類的方式 不僅要保護接避人 他們的一個身份的安全工作權益 而且要給他們額外檢舉的獎金 我覺得就是用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 這是非常是現實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把一些權力 還有檢舉的方式交給民間的人民去做 這樣子才會對這個社會 才會比較有幫助 好 謝謝江先生的意見 你剛剛提到了這個要有一個專責 像勞動檢查這樣的一個單位 然後要有一個揭秘的單位 我們再來接高雄的陳先生 請說 來 請問 我是那個五十幾歲中年的中高勞工 你假如說連3%都不准去月的話 更慘 中高零的工作更難找 公司根本就沒有人要 你這個勞動團體為這些派遣工爭取福利 什麼是應該的 你說規定沒有3% 中高零根本工作更難找 更慘 所以說你要考慮實在派遣工全世界都有啊 但是保障福利保障那是應該的 你說3%都不要那些中高零找工我就是經驗者 中高零根本工作很難找 你五十五十歲 你有報告檢工反而好少 所以說這個 這個你不能說3%都不要 升起福利是應該的啦 好 謝謝你的意見 其實剛剛這位陳先生打電話 竟然因為他說他本身就是中高零 他在就業市場就是很困難 所以他覺得如果再沒有派遣 他就很糟糕 來 黃秘書長 要怎麼解決 這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其實中高零的就業 其實在這個社會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這個講法會變成有一點奇特 就是說我自己也出於那種過勞資爭議 然後就是他就是用中高零的一個員工 老實講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一個做法是不是合一 我覺得我都會質疑 譬如說在政府的職訊機關裡面 對於身心障礙者 或對那種比較中高零的弱勢 然後其實他基本上第一個前提 就是說好 那有工作就好 那有工作問題是那有工作 那薪資條件呢 他就會跟你講說有工作 那薪資條件 可是真的中高零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部分是應該是說 我們要的是說 這個就業的部分 不能說因為你是中高零 所以你雇主就是趁人之為 說好吧 那你既然這樣工作難找 沒關係 我有工作機會給你 然後但是我的條件會比較差 那你要不要做 那變成人家因為 所以你覺得這就是趁人之為 反而中高零更被剝削 對 那當然中高零的勞工會覺得說 如果不這樣我可能找不到工作 但是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分化的狀況 是 來老師你怎麼看 我想任何工作型態或勞動型態 基本上一定是有它的發展的背景 其實我們今天看他討論有關於派遣也好 很多的彈性化也好 其實我相信那個發源地 其實是我們一直認為 對勞工權益保障最好的 這個歐洲地區或歐洲國家 那為什麼這些國家 對勞工權益保障那麼好 但是他相對來講 也會有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派遣的 這樣一個工作型態的產生 其實我覺得主要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希望政府 訂定很多的一些法律 來保障勞工的一些勞動條件跟權益 但是企業他的一些的生存的機會 很可能就因此而受到一些的限制 所以他就不得不去采取一些 彈性化的策略 來因應政府的這些要求 譬如說我們舉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我們現在希望給這些勞工 有育嬰留職停薪的這樣的一個權益 好了那雇主被要求越來越多 他育嬰留職停薪的這個結束之後 要回任原職 很多人回不去 我們先顧著他回不去回不去 但是他回任原職的時候 那原來他那個六個月 甚至一年的那個職務 就應該代理 對有代理 那代理他要怎麼去禁用那個代理 是用直接聘雇 還是用派遣的方式 對雇主來講 相對來講可能是比較有利 也比較有利於這個 要回任原職的這個勞工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法律 真的是有時候是一體兩面 是 可以保障勞工 但是相對來講 也讓這個勞工在某些的 就是說在這個整個勞動市場 有些的工作形態 也就應運而生 所以我個人一直是認為說 面對這些不管是所謂的 非典型也好 或是派遣也好 其實政府應該做的 就是要去因勢力道 然後訂定一些適當的一些的規範 不僅是要能夠保障勞工 其實他某個程度上面 其實也不太能夠去剝奪 所謂的雇主的這樣一個 他的經營管理的這樣一個空間 對 OK 其實這個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但是我們回過來 因為剛有很多人挑戰政府部門 就是說你們本來說要精簡 結果不斷的擴充 而且反而聘了更多的這種派遣 那他們特別提到說派遣成為 所有裡面的公務人員裡面 最辛苦的一群 來 當然因為我不是代表人事行政部門的 當然就我理解 這個政府用派遣其實是某種程度 是一個不得意的 人民也好 包括國會也好 也認為政府的預算 原而不應該無限制 不斷地去擴充 那政府現在服務的事項 跟提供的各種的人民所需要的 其實越來越多 那當然就以本部來講 過去我們執行局 並不需要負責這麼龐大的一些 像外勞的事務 還有一些多元就業 每一屆的這些工作 那這些工作隨著時代的演進 我們需要更多人去提供勞工朋友 更快的進入就業市場的各種的服務 跟協助 那些部分都是過去成立的時候 沒有想到的 那為了提供這樣的服務 所以我們可能也很不得意的 才會使用一些 那可是用原來的 有沒有哪些部分是應該被 被裁掉的這些人可以挪過來 好像也很難 我想當然這整個政府來講 我相信負責人事部門的 這個中央部會應該都會統一的去 怎麼樣去讓勞役比較平衡 然後把適當的工作人員 做一個適當的流動 我想我們都有在做的 不過現在這個派遣的被剝削 嚴重被剝削 然後被壓在底層的聲音 好像還蠻大的 已經開始有這些串聯 不過我想問一下 因為剛剛也有人特別提到 就是說應該要有一個專責單位 就是這種叫揭幣的單位 你認為呢 這個非常謝謝他的建議 其實現在的狀況 揭幣沒有問題 你去舉發到沒有問題 關鍵是在法律 我隨便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現在講那個工資 他是不同酬的 這個現象沒有任何法律去介入 你就算檢舉 也其實政府對政府來講 沒有法去執行各種檢查 跟處罰 對雇主沒有嚇阻力 我們這個你的資料上也看得出來 我們的派遣工是正職員工薪水 大概七成六 我們希望讓他變成同工同酬 那這個同工同酬 我們才有能力 透過檢查的方式去保護他 譬如說我們常常看到很多派遣員工 去應徵工作 明明就是在這家公司 貼個紅布條再應徵 結果他去應徵完以後 應徵了半天 結果那個公司跟他講 你在這裡工作 可是你是掛在某一家公司上 那叫做 我們都叫做虛擬派遣 一個白手套 那個就是所謂的 假派遣徵務用 那這種現象 有時候勞工朋友到那邊去 他迫於無奈 他只好進去了 明明就在那家公司 他必須掛另外一家公司去 這個部分我們要靠法律 我們這是立法 這個部分我們就定了一個條規定 如果他有這種行為 他就是你的聖職 我罰都不罰你 換句話講是說 我們要給老公檢舉 沒有問題 可是法制如果沒有給他保護 現有的法律不足夠 是 所以老師你聽起來 剛剛在講那個揭幣 確實是需要法令 不過我們現在的法令裡面 好像現在的定 大家都不滿意 那你覺得應該要修的是哪一個 還是說應該最重點 應該放在哪裡 你是說如果提到派遣的話 我覺得最重要還是那個 同工同酬 同工同酬 但是坦白講 我覺得目前草案裡頭 有關於那個同工同酬 責任刻意的對象 是根本是搞錯的 因為他應該直接刻在 要派單位身上 而不是刻在派遣公司 因為舉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說派遣公司 要把一個勞工派到要派單位 然後要跟那個要派單位 直接僱用的員工 同工同酬 這個派遣勞工 他派遣公司 哪有那個能力 去給他同工同酬 他所有的這些收入 都是要派單位給他的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刻 要派公司同工同酬的責任 而且你在檢查上面 一般來講是 比較容易去執行的 那現在反而是 要求派遣公司說 那你把勞工派過去 要給付他跟要派單位 相同的這個工作 相同的工資 然後要求要派公司 要提供那個 那個相關的一些資料 所以你希望刻著的是 要派單位對不對 我相信在其他 我看到很多其他國家的 法律規定 有關於這個所謂的 均等待遇的原則 都是直接刻在 要派單位的身上的 OK 其實這是一個三角關係 包括這個要派單位 包括這個派遣公司 包括被派遣的勞工 這三角關係 到底應該怎麼走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待會回來